要说起新中国最为谦逊的一队将帅 毛主席首先会向众人提及陈毅和素玉 陈毅在到华中走马上阵前 曾向毛主席坦言 担心自己到华中起不了作用 素玉在1945年1948年和1955年两仗司令 一仗元帅的故事 更成为了军中的一段佳话 千将的名号 陈毅素玉二人受之无愧 然而正是这样一队千将 在1946年7月13号爆发的苏中战局中 打出了七战七截的传奇 提振了全军士气 那么亲手书写这段传奇的搭档 是如何相聚的 陈素二人就是如何在战场上 创造了七次连胜的奇迹 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 两位千将书写的战场传奇 苏中战役 两位千将如何成为一对搭档 新中国成立后 每当回忆起解放战争的争容碎月时 陈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素不离陈 陈不离素 尽管陈素二人都出身新四军 但在抗日战争尾声 至解放战争初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曾经历过一阵短暂的分别 后续几经辗转才重新成为搭档 1943年10月 任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 遭到了新四军代理政委 饶术时的批判 事称黄花唐事件 毛主席得知后 急令陈毅北上延安参加中共其党 1943年11月25号 陈毅奉命启程 经过百日旅途颠簸 陈毅终于得以面见毛主席 毛主席说道 欢迎你来到延安 谈三年游击战争的军事经验 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会议 让你谈上三天三夜 但是你和小饶的事情 目前既我看现在谈不合适 还是一句都不要谈 那就听主席的 一句都不谈 陈毅诚恳的态度 令毛主席十分欣赏 在参与中共七大后 陈毅又在延安进行了数个月的学习 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毛主席见陈毅认真学习的样子 欣慰地说 你现在是一通百通 我没什么挂念的了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制战争即将进入胜利尾声 解放战争前夕的斗争 越发暗流汹涌 为考虑全国解放一盘旗 中央决定令陈毅到华中 担任中央华中局副书记的工作 接到伪认状的时候 陈毅向毛主席坦言道 我去华中怕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见陈毅如此谦逊 毛主席鼓励他道 你放心 只要你去华中就一定有作用 8月25号 陈毅举二十余名果军将领搭载飞机 从近东南离城县常宁机场准备飞往华中 然而在路途中 陈毅却忽然接到了中央不让他去华中的消息 原来经过再三思考之后 党组织决定调陈毅去往山东 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罗忠桓的职务 而罗忠桓本人则奉中央之命 调六万余人前往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在苏浙根据地摸爬滚打多年的 苏浴向华中局提议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反内战的新历史阶段即将到来 我军经坚守苏南、浙西、浙东三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同时另做开辟新革命根据地的打算 1945年10月 苏浴率六点五万人北上苏中地区 为巩固苏中革命根据地做准备 当月6日 华中局提议 由熟悉苏中战场的苏浴担任苏中战区司令员 苏浴得知此消息后 多次提议 由资历更老的张鼎成担任苏中战区司令员 自己协助其工作 后经中央考虑 最终同意了苏浴的请求 这就是苏浴依仗司令的故事 1945年10月25号 华中局与山东部分机关合并为华东局 陈毅担任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一职 1945年12月 华中野战军组织发起高游少国战绩 打通华中山东两大军区联系 自此在抗战尾声 各自一方的陈素二人得以重聚 1946年5月 国民党军对军果军摩擦世纪频繁 察觉危机的数据 同张鼎成 邓子徽 谭振林 增山 联明发电报 给担任新四军的军长陈毅和中央军委 分析华中华东地区的敌我态势 预备解放战争的爆发 1946年6月26号 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 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1946年7月13号 国民党调整编第21 第25 第49 第65 第83师 及整编第69师 第99旅两个团 共计12万人 冰封直指苏中地区 苏中战役爆发 苏中战役 苏玉如何打出七战七截 面对着直谱中原 苏中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 中央军委 即令苏玉率华中野战军撤出苏中 转攻金浦铁路 蹦步至浦口段 陈毅率山东野战军 进攻金浦路徐州 至蹦步段作为侧境 刘邓率中原野战军 进攻龙海铁路 大通南北交通 将解放战争战线 转至国统区 然而 身在苏中革命根据地的速序 对此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苏中地区群众基础牢固 华中野战军 深难地理环境 可就地与国民党军队打几仗 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后 再撤出也不迟 若此时令华中野战军贸然撤出 极有可能举此时赶往迸步至浦口段的 国民党精锐第五军相遇 反而不利于战争形势 苏毅将此条件计前后三次 发报给中央军委与新四军军长陈毅 并在1946年8月5号的第三封电报中 以斗胆之臣上启营事作为结尾 在收到苏毅电报后 毛主席说 既然苏毅同志书记前线情况 就让他来做决定好了 8月10号 陈毅批准调淮南军区第五旅开服租中 持援素鱼作战 在中央军委与新四军 华中军区方面的支持下 速续终于得起在苏中战场上大战拳脚 1946年7月13号夜 华中野战军及五倍余敌的优势兵力 向宣家铺太兴发起攻击 当晚歼灭国军第十九旅一部 7月14号夜 华中野战军歼灭国军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 7月15号 华中野战军歼灭第十九旅第五十七团大部敌军 并于16号凌晨活捉 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 此计 共歼敌三千余人 打乱了苏中来犯国民党军队的整体部署 是为苏中首劫 7月18号 负责苏中战绩的国军第一绥靖区司令李莫安 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可能在宣泰附近 随即令六十五师九十九旅持援被困的五十六五师集团 并另派王铁汉率第四十九师 攻取东线如高 威胁华中野战军后方 苏玉得知敌军动向后 令华中野战军留小谷部队停住宣泰 吸引敌军注意 自己亲率主第三至极星军百里 突袭往如高进军的第四十九师 被有防备的网铁汉部几近覆灭 此战卧军 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 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 轻重机枪五百余体 视为苏中二节 7月30号 国军整编第六十五师 整编第二十一师 前后近战如高 整编第六十五师至第160第18七旅 后续北上海岸 企图于此与华中野战军开展战略决战 为保存有生力量 华中野战军主动撤离海岸 并领第七纵队中途阻击敌军 至8月3号全军撤离海岸期间 第七纵队共计毕伤敌军三千余人 视为苏中三节 8月10号 在彻底占领海岸后 国军第一竞随区司令李莫安 认为苏中战继已经结束 华中野战军主力及北上山东 却不料华中野战军主力 实际潜伏于海岸东北角已达半月之久 当日华中野战军机师 直席盘踞在李普的 国民党军新七旅十九团 105里三一四团 仅用20个小时歼灭新七旅旅部 及第十九团 共计兼敌八千余人 视为苏中四节 8月21号 得知李普国军被监后 国民党军队被迫再度调整防务 令国民党七支交通大队往林子丁燕等地开进 华中野战军迅速在中途布下埋伏 歼灭国军五支交通大队 共计五千余人 视为苏中五节 8月23号 国军第一隋境区司令李莫安 令国军第九十九旅调至儒高 增强东线防御 令派第25支进攻少博 直逼苏中根据地首府淮安 华中野战军采取唯卫救赵之计 以十六个团丘士兵力火速包围在竹高的第九十九旅 和敌军四个增援团 国军主力被迫回防持援友军 同时 华中野战军派遣十纵击退第25师多次进攻 歼敌两千余人 视为苏中六节 8月25号 在国军整编第六十九师 在从竹高抵达黄桥途中 与华中野战军主力爆发遭遇战 此战 国军被避伤五千余人 被俘一万两千人 被缴获长短枪三千四百支 轻重机枪五百余艇 各种炮四十余门 视为苏中七节 从1946年7月13号 苏中战役爆发 至1946年8月31号 苏中战役结束 国军以3.5万兵力 歼灭敌军5.3万余人 创下军事史上 极少胜多的袭击 进攻苏中革命根据地的国军 战损极度高达惊人的44% 当苏中战役七战七节的战报 传至毛主席的耳畔时 毛主席一度认为是前线发错了战报 后来当他得知前线确实取得喜人的战果时 他不禁感叹到 速续将来能指挥四十五万大军 千丈的一帅一将 永恒的革命方碑 苏中战役七战七节的战果 不仅让中央军委发现速续的军事才能 也让中央军委意识到 山东华中合则共存分则巨王 1947年2月至3月 利用战争空隙的时间 山东野战军举华中野战军 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 1948年5月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被调榜华中工作 中央军委决定 由丹镇华东野战军的副司令员 速续接替陈毅司令员一职 却遭到速续的谢绝 他以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 刚合并不久 军心卫本为由 恳请军委保留陈毅 在华东野战军中的职务 经过再三的思虑 毛主席批准速续的请求 并让他以代理司令员兼政委 指挥华东野战军 这便是速续二长司令的故事 在陈毅前往华中工作之前 特地嘱咐华东野战军 副政治委员谭振林等人 让他们多听取速续同志的意见 速续同志打仗 要比我们有听见的多 二人之间的相互牵掌 成为了解放军中的极端佳话 1955年 解放军首授军衔 在军衔评选中 陈毅被选定为元帅 正当中央军委决定 将速续也评为元帅时 速续却多次委婉谢绝 表示苏中赌南淮海几次战绩 都是大家集体的功劳 毛主席得知后感慨道 难得速续两仗司令 一仗元帅 论财 论德 元帅军衔当之无愧 在一旁的周恩来说道 速续辞掉了元帅 但是大将他应该是要当的 毛主席随即补充 对 而且是第一大将 1955年9月 速续被正式授举大将军衔 为了开国大将之首 速续镇大将的美谈 由此而来 速续 陈毅 二人 谦逊的品格 实至今日 既然是被国军继承 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在革命前辈的精神指紧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定能既往开来 再创新的辉煌篇章 再创新的辉煌篇章